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MoggleJS系列课程第3讲 今天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是Express 那我们学习Express我们会涉及到 我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解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包集合的一个列表 就是我们的一个包集合 主要是一个Package.json这个文件的一个介绍 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Express 一个基本的一个安装 我们一个框架的一个基本介绍 然后呢我们在以上几点 我们以上几点基础上呢 我们在来写一个MVC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实例 然后最后我会讲解一个叫SuperWhistle 这样一个组件 OK那我们的学习呢 其实我们主要是根据官网上边来进行一个主要的一个梳理 所以呢我们先进入到一个我们的官网 好 我们的官网呢我们看到啊 从我们拿到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学习的这样一个语言 或者是框架主件来讲的话呢 我们到它的官方网站上面 到官方网站上面我们看到啊 对Express的一个介绍也是啊 比较的清晰 Express它是Looter.js平台一个快速开发开放的极简的这样一个微博开放框架 这个微博开放框架呢 其实它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Express 它是一个MVC的这样一个框架 我们从这个整个界面整个网站的首页来看呢 有一个安装Express MPM 那我们就从入门来开始 从入门的话呢 你看到官方网站上面从六个方面来进行了一个讲解 那我的一个讲解的话 我们就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一个入门的这样一个步骤 我们来 第一步的话我们是安装 然后写一个简单的一个hardware 然后呢啊我们就带领大家就来学习一下啊 就是Express里边一个简单的一个 首先我们是安装Express 安装Express的话呢 这里边啊我们会看到它首先是啊 去建立这样一个文件加 然后呢我们会初始化这样一个package的Json 我们上一讲已经提到过package的Json 啊packageJson呢 这里边有一个参考的这样一个资料 这个packageJson的话呢 它里边是关于package一些说明 那这个地方我就不带领大家去阅读这个packageJson 啊我只说明一下它里边几个属性 第一个是它的一个描述啊 Lim啊 版本啊 关键字 还有呢主页 还有一个box啊 license OK 它里边就是一些基本的这样一个Json的这样一个数据格式 那待会儿我会带领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啊 我们会以这个npm init这个命令呢会提示我们会输入我们刚才在这个里边所看到的所有的啊 这些参数那有的啊是必填的有的呢可能要按照啊比如说版本呢要按照它的指定的这样一个格式 进行编写 那我们待会儿就以这个为例子啊来编写一个最最简单的这样一个appngs 那OK 那我们首先来写一个啊 重塑门呢 我们做了一个安装 然后呢我们到holloworld 我先来做这两个操作 OK 那我们先到我们的links的环境下边 那我这个地方呢 啊我已经建了 呃首先我们在啊 我们现在的话呢是在这样一个文件下下边 在这个文件下边 我首先呢我还是啊 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个appngs的话呢 啊就是我们写一个hardword 那我们就首先我们要给这样一个 就像我们是一个工程工程的话呢 我们在里边要啊写一个我们一个packing的阶层 这个packing的阶层的话呢 这里边要写我们的一些版本 那我们看一下他里边会设计的什么东西啊 他说呢 这个工具呢啊将啊 直到我们呢去创建一个packing阶层这样一个文件啊 他会覆盖最通用的这样一些像啊 这个像呢 那就是我刚才在我们这里边给大家提到的这些啊 所涉及到的啊 这些description的keyword的homepage等等 ok 那我们这儿的话呢 我们首先他输一个name name的话 我比如说是叫啊 呃因为我们这儿写的是一个dem嘛 就叫呃 express express demo 啊 ok 那版本的话就是1.0.0嘛 然后我们的描述就是一个 呃 我比如说就叫一个express啊 ok 他说有一个入口默认的话呢 他是index.js 那我们这个地方把改成app.js啊 啊 当然这个名字你可以随便去写 但是呢 到时候你必须要有这个文件的一个存在 那这个地方我命app.js 那如果你不写的话 他默认是index.js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这是默认的话 但是你是index.js 但是你后续又没建立这个文件的话 你待会就会报错啊 test command test command 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不管他啊 get的一个版本 我们也不管 关键字 关键字就是一个啊 express 然后demo ok 然后呢 作者的话 我写我的名字啊 ok 然后nonsense的话 我这个地方也不管 啊 他这个地方呢 就输出了一个啊 一个提示 关于你写的这样一个啊 文件啊 内容啊 就是在这下面 但这里比如说 我们啊 我们也可以在里边去进行一些啊 就是我们自己也可以去写一些关于 就是我们这个文件生成以后 我们也可以自己去修改里边的东西 所以他说 is ok 我这个地方输入yes ok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啊 packing的json啊 就已经写进去了 ok 那这个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用express来写一个helloword啊 express写helloword怎么写呢啊 首先我们看一下官方文端上面有个介绍 ok 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helloword啊 他说 在我们写这个express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使用啊 创建一个app.js 然后呢 我们把以下的代码复制进去 我们先复制进去 待会我给大家再讲解一下 其实这个也是非常简单的 ok 我们先创建一个app.js ok 我们创建一个app.js 然后呢 我们去把这个内容给放进来啊 看一下这里边内容 首先呢 他说我们要去要一个express这样一个啊 就是一个困件 这样一个包啊 我们呢 然后实力化 然后呢 再以get的方式 再跟目录下边 然后呢 去啊 有一个这样一个路由 这个路由的话呢 然后呢 我们访问这样一个路径啊 get的 放我们这样一个路径 他会向用户输出一个helloword 这样一个啊 这样一个文字 然后这个地方哈 是我们监听的是3000的端口 也就是说我们待会儿在localhost的下边的话 输入3000的端口 然后就可以进行访问 这个地方的话呢 主机可能就是我的本级了嘛 端口呢 那可能就是3000 那OK 到这个为止的话呢 我们先把它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的话 我们看一下 所有的文件已经在这了 然后我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啊 如果我们是 我们之前上一讲 我们讲的是load啊 然后app.js 我们运行 然后呢 他提示了一个错误 他说你 我们不能找到这样一个啊 express这样一个模块 为什么我们也找到一个 express一个模块来 因为我们刚才在建立packaging的json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边也没有引用到任何的一个包 同时呢 就是我们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vm package的json 里边你看哈 我们里边没有设计到任何的依赖项啊 我们没有设计到任何的依赖项的话 那我们现在要去安装这样一个的话 我们啊 要用到一个包管理器叫什么呢 我们上一件也叫了 npm extore 然后呢 我们安装一个全局的啊 我们还安装全局的是-g 如果我们不安装全局的是express 啊 xpress 这个地方呢 我要说一下 就是啊 我们刚才看到了 嗯 packaging json里边的东西 然后我这个地方呢 用save 这个sav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要把我们这个install np那个express呢 我们要把它安装到我们当前的这样做一个本地啊 策略本地的这样一个模式安装以外 我们还要把这个express这样一个包的这样一个依赖关系来放到我们的那个packaging json里边 OK 那我们先运行一下 我们待会看一下啊 警告 他说的这个是express 1.0啊 没有 也没有这个readme这样一个数据 那我们先不管他 啊 OK 他已经安装完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刚才的vrm接生 啊 大家还记得刚才我说到vrm接生里边 我们刚才输入的基本上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到 我们刚才输入的就是这上边的 对不对啊 那现在这个地方添加了一个依赖相机啊 express 然后4.3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添加了之后 我们再来运行刚才这样一个命令 啊 load OK 然后呢 他说我们这个端口已经被监听起了在3000 OK 那我们现在来访问一下我们的3000的端口 啊 我们是localhost 啊 3000的端口 啊 他就输出了一个helloword 啊 这就是我们 目前呢 在用express 啊 来说写到的我们最简单的一个hardword OK 那我们 里边还有一个啊 我们看到木属木属有一个express这样一个生成器啊 我们看到一个生成器的介绍了他说可以通过应用啊生成工具来快速搭建这样一个应用的一个股价啊 好我们刚才呢 啊 我们刚才所大家在这个里边所看到的呢 我们这里边所搭建的内容啊 我们刚才在这个啊 app.js里边我们所搭建的内容呢 我们全都是自己去写进去的 那如果我们要自己去搭建这样一个框架的话 肯定就说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那刚好呢 我们在框架里边他也给我们啊 集成了这样一个啊 那我们就说一下express的一个我们利用它的骨架来进行安装 安装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用它的一个生成器 生成器的话呢 那我们用把它安装成一个全局的 全局的的话呢 我们用npm install 然后呢 express general express express 这样一个 OK 那我们来安装一下 这个地方呢 我就把它先停掉 停掉的话 我们如果再来访问的话 你看啊 肯定是不能访问的 对不对 OK 那我们现在先把这样一个骨架给安装起来 好 我们看到这里边有 刚才我们通过npm的话呢 npm我们去安装了express 所以呢 这个load model里边呢 是一个我们是本地化的这样一个文件啊 本地化的这样一个就是load express OK 那现在的话 我在这个目录下边 我们建立一个啊 我们先把这样一个保险安装了 OK 安装我们再接着说 npm 然后安装这样一个express的这样一个生成器 这个的话 所有的安装都是连网的啊 OK 它安装好了 安装好了之后呢 啊 我们其实在我们自己的包下面 其实你是看不到它任何的东西 其实它这个地方是在哪个地方啊 在 我们看到这个url local lab 啊 就是我们本地的这样一个lab库里边 我们所有的安装的 就是通过我们npm install 然后更进这种全局的安装的话呢 它都是安装在这样一个目录下边啊 都是安装在这个目录下边 都是在这 这个啊 load models 这里边 OK 那现在的话 我们就啊 新建立一个啊 我们叫一个 express demo OK 我们进入 express demo 那我们这里边 看到什么文件都没有 然后呢 我们根据我们的讲印里边来 一步一步的来 啊 我们安装 安装完了这样一个以后 我们只需要啊 创建这样一个项目 然后呢 进入到项目里边 然后把它安装起来就可以了 既然我们 express 那我们进入到这个express demo里边的话 我们就用express express 然后呢 我们就生成一个 express这样一个demo OK express 然后load 让我们一个 我们就这个就写一个那个 demo吧 啊 OK 然后呢 它就在里边创建了上述的这样一些文件 包括 我们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包括什么东西 它 创建了这样一个目录 然后呢 也给了这样一个 接啊 也生成了这个阶层 然后呢 入口文件 app.js 啊 就我们这个地方先不说 它是入口文件 待会我再说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public 这里边一些资源 静态资源 啊 静态资源的话呢 包括我们的 啊 js 啊 图片 样式啊 都在里边 然后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路由 然后路由的里边呢 然后是有index和user 待会我给大家详细讲一下路由 然后这里边是视图 这个视图的话用的是 啊 我们经常会看到的一些 啊 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页面的话 你要么都是一些什么.html啊 或者是什么php啊 或者等等其他的一些啊 那结尾的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是一个.jad呢 因为在express啊 它的默认里边 它是用jad作为一个模板 jad的模板 然后我们在官网上面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叫模板引擎 这个模板引擎的话呢 就是啊 用的是express啊 来做一个就是express来做的这样一个东西 啊 其实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个地方哈 模板引擎啊 用的是jad ok 所以它这里边呢 是默认是用了jad的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里边啊 我们会用到哪些内容 ok 那我们进入到我们的里边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我这个地方 我来介绍一下里边具体的内容 好 我们看到呢 我们进入到demo里边 就demo里边 我们看到里边 我们先看一下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叫什么呢 pike.jason 对不对 这里边我们会看到它的那个dependencies 这里边会 就是它的一代项有六个 bodypress cookiepress 然后第八个express jad 还有这样一个 还有一个server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里边 这六个的话呢 其实我刚才在页面当中说到的 已经提到的有两个 一个是express 一个是jad jad呢 是我们里边模板 express肯定就是我们本身这里边要用的东西 啊 然后body cookie呢 我们在后续我们再来说它 ok 这里边有六个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和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 啊 我们刚才所建立的demo里边 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看 这里边 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觉得少了是否少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 啊 我们看一下这里边 我们会看到这里边有一个loadmodels这样一个文件夹对不对 但是我们刚才听到我们这里边的话好像是没有看到的对不对 啊 大家看一下这里边是没有的 那我们这个地方如何来建立这样一个东西呢 这样一个就是我们这里边包里边东西我们如何来处理 ok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自动安装express项目组件一来 那就是用npm install 然后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试一下npm 啊 这个地方呢 它就会进行联网进行安装 我们接着看到的啊 我们这个地方是 总共是文件夹有四个 然后有两个文件 就是总共是六个 对不对 ok 那我们等它这样一个安装完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内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啊 大家也要记住 然后我们的npm里边 我们刚才啊 paxing的json里边啊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有几个呢 啊 有六个啊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呢 是不是多了一个loader 个model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进入看一下loader干model里边是什么东西 啊 这几个大家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我们刚才是在哪个地方看到的 我们刚才是在 啊 paxing的json里边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这七个 对吧 ok 所以呢 我们在paxing的json里边所设计的一个包呢 这里边就是一个包的一切集合啊 我们在这个包里边我们放进去以后 其实刚才我们没有在没有执行这个命令的 我们没有执行这样一个命令就是npm install的时候呢 其实这里边就是设计的一个是纯粹的一个原代码 里边的包的引用啊 都没有在里边 我们只是通过这样一个paxing的json里边啊 是包含了我们所需要的包 但是呢 包并没有被下载下来 所以呢 我们在进行项目发布的时候呢 我们肯定就是说 嗯 不一定就是我们要需要把包全部给打进去 但是我们发布项目原代码的时候 可能我们只需要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json呢啊 paxing json然后放在里边 然后呢 有我们在安装的时候呢 连网然后我们进行这样一个啊 npm install 然后就可以安装起来了 ok 那现在关于我们如何来运行这样一个项目 ok 然后呢 我们启动服务就是npm start 对不对 啊 npm start ok npm start 再看一下哈 这个地方npm start的时候 他这个地方其实是调用了一个load 点 bin 3w啊 那我们现在运行一下看 他到底能不能运行起来 这个地方呢 可能有很多同学说 你这个地方 我代码都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访问那个端口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地方是3000的端口 待会儿 我们刚才看的 输出的是hello 对不对 这个地方我们实际上就是express welcome to express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就已经算是搭建起来了 搭建起来了 我再给他说说一下 你看我们访问的时候这也有 然后呢 我这先停掉 停掉的时候呢 我们去看一个文件 这个地方呢 他是在我们刚才是在这个.bin 对不对 我们进入到 啊 点bin下边 然后呢 有个3w 对不对 啊 bin下边 然后3w是一个文件 啊 我们看一下 啊 3w呢 然后他是模块的这样一个依赖他需要.app 啊 点app 这个点app呢 就是我们啊 这个目录下边默认的那个app 然后呢 他需要一个debug 然后呢 demo server ok 就是我们里边有了一个包 debug 还有一个是server 那个 然后呢 默认有一个http 因为我们要通过htt进行访问 所以说他也是需要http 然后呢 他这个地方就有一个端口啊 他是一个环境的一个端口 如果你环境端口你已经设置了的话呢 他就是以这样我们的环境里面端口 如果没有的话 他就是以3000 ok 然后呢 设置这样一个 然后呢 创建一个http server 我们创建一个app server呢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 其实我在刚才的我们那个hello world里边 其实已经写了 啊 这个地方就是他完全封签在里边 只是我们刚才我们在写这样一个代码的时候呢 我们是通过http啊 new express 然后呢 hpp啊 listen 然后这样创建的 他这个地方呢 通过express里边啊 啊 他直接就用创建这样一个 create server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在这个地方所看到的3000呢 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进行设置的 ok 啊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的app.js 啊 我们app.js呢 首先 他引用了express 然后呢 引用了一个path 然后呢 还有一个server啊 然后 这一个组件 它是输出自制的 然后呢 还有引用了cookie啊 body 还用了我们两个路由啊 router啊 index和user 然后呢 这个地方和我们刚才写hello一样的app new app 对不对 new app 只不过呢 我们create user是在哪个地方创建的 啊 大家还有印象吗 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三w里面啊 啊 create 也就是我们在3000进行一个端口 其实这两个文件呢 它是把它分开来进行一个写 我们在 最简单的我们这个hello里边呢 其实我们是合在一起写的 ok 后续我再来给大家说你分开写和 你如何分开以及如何合并 ok 这里边后续的东西呢 我们其实这个地方我只介绍一下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是所用到的视图 这个视图的话呢 是用到的我们views啊 这是一个文件夹啊 views views的话就是我们在文件里边所会看到的 是我们的那个视图所存放的这样一个路径 然后呢我们所用的视图的引擎是用的接的啊 我们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们这一句话 我们用的静态资源呢 我们是在public这样一个文件夹下面 ok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 用了两个路由 这样一个router 这里我简单给大家先介绍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现在给大家说另外一个 因为这些的话我们在后续我们都还会自己在写的时候 我们都还会录录区会有一定的设计 主要是路由这一块 这个地方呢我先 嗯 不详细的去讲我们后续用到的时候 我再来给大家说 还具体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讲一个super whistle 这样一个super whistle 我为什么要讲super whistle呢 我们刚才看到哈我们在呃我们刚才是 哎 npm啊 我们有一个 start ok这个访问起来了的话呢 啊 我们现在访问 如果我要比如说我现在要在里边去改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的话 我们怎么办 我们正常情况要怎么办 比如说我要去啊 改一个 我们去在路由里边去改一下 ok 好 我们进入到路由啊 刚好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地方 views ok 哦 不是不对哈 我们应该是进入到路由应该是router哈 啊 router的话呢我们进入到 vrm啊 index 然后我们看到呢它是title express ok 那如果我在这个地方我要进行一个修改 express 啊 如果我要加一个load.js的话 那如果 我这个地方就保存 保存的话 我这个地方一样的是要重启 对不对 啊 我这个地方再来 npm npm start 我这npm start 我这刷新 ok 那我们这个load.js出来了 但是如果我不想去这样重启的话呢 我们怎么办呢 我这个地方就给大家说一下这样一个 啊 vrm chiple vrm 它安装的话呢 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把它安装一个全局的 ok 安装一个全局的 这样我再我们我重新开一个 这个地方呢 ok 那我们进入到cdd 我们的opt server 然后我们进入的load.demo 然后呢 我们进入的demo3 demo3哈 然后呢 我们进入到express的express的demo 然后我们再进入到一个demo 这里边的话 我们会我们刚才说的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先来安装一下 我们再来修改刚才的内容 好 修改为手 ok 那我们先把这边呢 我们先停掉 停掉 停掉的话 我们进入到 进入到 rooter 我们还是vrm index 我们待会我们这来改一下 ok 这样的话 我们先看到 我们先看到这儿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安装好了 安装好了之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要启动它 我们又怎么来启动呢 就不是用npm start了 我们还是用superviso 啊 superviso ok 那superviso的话呢 我们启动 这个地方啊 你看它是运行了这样一个load superviso 然后with the program 然后啊 点 然后呢 它有个是 目前是处于一个监听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 我们肯定刷新的话 啊 看哈 我们看到 在这个地方 一样的 会有输出 看到没有 那么我们现在要来修改一下 这里边内容 我们比如说 在index 这样一个 我们 输一个 holloword 对不对 我们输一个 好 我们 这个地方呢 我们保存一下 好 保存一下 我们看到 这个地方 有一个变化 就是说 它说这个 chad crash 然后呢 重新启动了这样一个 看 starting chad 这个地方 其实它是 有一个监听 对文件的一个监听 watch 它监听 监听 然后呢 进行了一个重启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刷新 就是holloworld 就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讲呢 就设计到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知识点 那关于云渡游啊 我们刚才在这里边呢 我其实也给大家设计到的 就是做了一些修改 那我们后续在讲解的 核心的知识点的时候 我会在实力过程当中 再来给大家一起来 去讲解这个路由 一个具体的使用 因为我们的重点呢 就是只是说 在express 只是带大家做一个入门的一个了解 如果大家有更想深入的一个了解的话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去参考一下 我们这个express这样一个网 一个官方的一个网站 这里边呢 对路由啊 也有一些非常详细的一些说明 这里边的话呢 我就一笔带过 然后呢 我们在后续的课程当中 我们再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学习 好的 那我们这一讲呢 express入门的话呢 我就讲到这儿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后续的课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